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学冠中西 文武兼备的前国防部长于大为纪念特展 回想起当年823金门血战 台湾民众父祖辈誓死捍卫民主与和平的意志 让他相当有感触 参观展览后蒋万安也写下 捍卫民主追求和平的期许 并张贴在展场主视觉墙上 期许为下一代创造和平 这位台北市长 我感谢所有会发生炮战付出的文艺将士 以及金门战地的所有活动 和平不能靠靠靠靠 和平的纪念碑是所有前人 以血、淫泪、以惨痛为代价 我们不能忘记 也不应该忘记 这也是发生炮战给我们最大的起务 而都在故意的和平 我想不到最后关头 决不清的放弃 而为了让民众生活过得更安定 台北市警察局达安分局 也特别利用展览机会 来到会场宣导 针对社群软体漫天飞的投资讯息诈骗 教导民众防治之道 初期都会先让民众小而获利 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 引诱民众加入投资网站或下载APP 并投入大量的资金 后续再以要缴保证金 IP异常等理由来拒绝出金 民众发现账户遭冻结 或网站关闭后才发现受骗 但安分局提醒 只要看到自称理财专家 或名人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群组 或是社群网页 都是诈骗行为 民众千万不能相信 若遇到可疑状况 记得要一厅二挂三查证 或是到附近的派出所求证 多一分谨慎 就能避免辛苦积蓄付诸流水 记者台北采访报道 就算到了 中文的派出所 词以后 就算到了 误蓄去 透明的派出所 不如行对 预测 词荞